这一时点不一样新闻焦点先来关注的是欧盟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近32年来首度因为人权问题对中国大陆寄出制裁 主要就是因为大陆迫害维吾尔族人已经无法再容忍 而欧盟制裁出手选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约之际 西方国家联手的意味相当明显 国务卿布林肯三月形成满党 结束日韩以及与大陆的阿拉斯加会谈后 最新一战来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 北约秘书长在门口迎接 布林肯要与北约谈美国撤军阿富汗 也要谈谈如何应对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布林肯出发前 欧盟对大陆的立场已经逐渐跟美国站在同一夜 欧盟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被迫害对大陆实施制裁 制裁的对象四人中有三人是现任的新疆资深官员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北京拼了命用自家媒体反击西方记者揭发的新疆调查报道 强调他们都是抹黑拼凑剪接 但欧盟这方不为所动 欧盟对中制裁包括旅游禁令 冻结资产 虽然对新疆官员们可能不痛不痒 但这是自六四后 三十二年来欧盟首次针对侵犯人权 制裁大陆 北京随即反击 马上宣布制裁欧盟的十名官员 学者跟四个基金会 委员会和研究中心 美英家和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人权为由 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中方亦以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以分别召见欧盟英国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 昨晚中方以第一时间表明严正立场 并宣布对欧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盖勒在推特说 怀疑自己主席的身份起了作用 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则称 大陆领导人让他知道他无法去大陆 香港澳门 不过那里还有台湾 但欧盟有一个国家对制裁中方 则是相当不以为然 我们认为欧盟的制裁决定不仅没有意义 而且是自我吹嘘有害的 不只欧盟制裁 英国 美国 加拿大也都相继出手 制裁新疆官员 但这回大陆只反制了欧盟官员 欧盟现在跟美英加拿大站在同一阵线 因人权制裁大陆 布林肯又出访欧盟四天找盟友 这可能会再激起中方执行更激烈的战狼外交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欧盟因为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大陆 结果美国 英国 加拿大几个小时之后也决定跟进 这回一起合作打击共同敌人 力量会更大吗 家伟记者 韦佳琪 欧美最近针对人权问题来制裁大陆 不过现在被认为恐怕要来白忙一场了 原来是欧盟在3月23号发表正式声明 就新疆人权的问题要来制裁大陆 这个声明一发之后 随后美国 英国跟加拿大也来跟进了 这个制裁的手段当然包含了冻结四个人 以及兵团在欧盟的资产也禁止他们入境 不过大陆当然也不是没有动作了 大陆也针对欧盟的八名议员 两个学者跟四个组织里面来做出反制裁 说他们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甚至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了中欧的关系 因此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手段 不过我们带来看到的是 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是怎么看的 他说现在这四个国家 包含欧盟 美国 英国 甚至是加拿大 他们开启的是力量倍增器的初次体现 为的很简单就是来核动制华 但是欧美的制裁 没有办法发起实质的制裁 就算做科技的围堵好了 真的采取行动恐怕也已经陷入困境了 如果要来抵制冬奥 人权的问题又没有实际的证据 因此环球时报就认为 与其做这些行动 不如这些欧美英应该更来想想 该怎么样跟大陆来打交道 恐怕才是最好的办法 西方国家联手对抗中国大陆态势明显 而中国大陆则开始靠向传统盟友俄罗斯 中俄两国外长峰会 这次王毅跟俄罗斯外长在桂林相谈圣还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 双手插口袋靠在栏杆在桂林游船 二国外交部发的抖音短片 配乐可是有特别选过 值得一提的是 视频配乐正是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 弯弯的月亮 拉夫洛夫访桂林给足了中方面子搭船游离江 而专家推测 他跟王毅选带桂林会面 是来向中方取经 他应该是去完桂林之后 还要去韩国 那么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就是对俄罗斯远东的开发 包括学习中国的一些自贸区的经验 因为广西现在也是一个大的自贸区 王毅跟拉夫洛夫签署了联合声明 维护多边体制 并都把炮口对准美国 两国外长表示 国际社会都认为 美方应反思近年来 其所作所为 给全球和平及发展带来的损害 停止单边霸凌行径 停止干涉他国内政 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团对抗 中俄近期都不断地把自制的疫苗送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在西方国家眼中被评为是疫苗外交 对此王毅进行反驳 中俄近期摆出共同抗美的态势 2020年俄罗斯总统普清是习近平交往最密切的领导人之一 双方通话五次 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金专国家 APEC G20等多场市区会议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年跟拉夫洛夫则是见面过两次 通话八次 如今双方互动频繁似乎逐渐打破以往中俄结伴不结盟的准则 由于说是中俄一旦结盟会让其他国家都跑去跟美国和其盟友那一方 等于是把自己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结盟的原因 是川普跟普清私交甚堵 川普曾经想联手俄罗斯遏制大陆的发展 但现在换拜登上台 对普清可不像川普那样的和颜悦色 你会承认拜登普天的提案 讲直播吗 我确实会在有些时候 俄方干预美国大选的报告一出 拜登称普清是没有灵魂的杀手 俄罗斯火速召回大使 美俄关系迅速降温 法国媒体人道报指出 近期西方国家的围堵 间接促使了中俄合作持续推进 另外疫情让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不佳 自然得向经济已复苏的北京拉近关系 2020年后中俄合作不封顶 恰巧碰上拜登普清不对盘 新冷战似乎一触即发 美俄关系现在有多冷淡呢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清有邀请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线上直播对话 却被美国拒绝了 再请教其告诉我们 就在美中2加2会谈之后 现在又有一个国家也想来跟美国谈谈 而且想要跟他的总统拜登来谈谈 这个人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清 普清现在他们希望可以跟拜登来一个对话 不过遭到了拒绝 俄罗斯现在就说了 那么请美国要来负全部的责任 但你来看到的是 美国其实在3月15号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他们就做出了一份机密报告解密文本 他们里面就说了 俄罗斯干预了2020的总统大选 而不过呢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清似乎也没在理 他现在还是继续讨论 要来跟拜登网路直播 甚至是说没有任何延迟公开 直接来讨论 包含俄美的问题 还有全球战略稳定 甚至是抗议以及调解地区冲突 都希望可以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 来跟美国好好谈一谈 不过现在美国当然是不愿意了 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直接说了 普清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尤其干预这么大 他一定要得付出代价 然后呢 纳瓦尼又遭下毒事件 还认为普清绝对就是痛下毒手的人 那么现在俄罗斯外交部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了 他直接说美方过失造成俄美僵局 那么美国又一次错过解决的机会 现在要两方现在还在冰点上 那么对此呢 美方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才是对的 而美国空军侦查机3月22号进入南海 对大陆沿海进行侦查 不过这一次的重点是创下了距离中国海岸线最短的记录 继续交给佳琪 随着大陆军续武力频频扩张 现在美国当然也不漠不作声了 频频增强他们的侦查强度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了 现在一度甚至还要来侵犯到大陆的领土去了吗 尤其在3月22号 美国空军派出了RC-35U的侦查机 直接从巴士海峡进入到了南海 一度抵达大陆的领海基线 也就是25.33海里处 创下近年来的最近距离 以往美国空军如果要来到附近 通常都是在50到70海里的地方就已经最多了 这一回直接来到了领街区24海里的附近 最见得它的侦查强度已经开始变大 而且还有潜在的军事风险 但其实动作还不止这些 包含了3月19号 美国RC-135S的导弹监视器 它主要是搜集导弹的信号的 那么它从日本冲绳起飞 一路飞到南沙寻岛以西的空域 这是相当罕见的 而在3月17号 特纳斯科航台CL604 更是结束一年的侦查任务 他们累积近海侦查竟然高达了250架次 那么大陆当然不能不吭声了 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了 美方加大挑衅施压的力度 那他们态度非常清晰 第一个就是反对 再来就是他们也没再怕 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更说了 不利地区和平的稳定 中方将持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看来会有相对应的应对测试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在北京的被北京以间谍罪逮捕 积压了将近两年 不过审判不对外公开 28国外交官申请旁听 也都被拒绝 中国大陆最近不断的树敌 大陆驻法国大使也开枪 北京法院大楼外 拉起封锁线 仅为邀克感人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采 被羁押近两年 终于开庭 北京当局却关起门来密审 美加两名官员想进法庭旁听 吃了闭门羹 连在庭外受访 也一直有法警上情关切 2018年12月 加拿大印美国政府司法护主要求 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 几乎同一时间 几乎在同一时间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以及加拿大商人史佩佛 分别因窃取国家机密罪 遭逮捕北京隔年才愿意证实 加方纠结了一些国家驻华十万人员 对中方依法处理加在华公民的个案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的干涉 外媒怀疑北京以牙还牙 歹人是为了反击孟晚舟案 北京也没再客气 抨击加拿大 驻海边管太多 今年来大陆积极塑造 世界强权形象 过程中惹出的外交争议也不少 中国驻法大使好大官威 即去年疫情后二度更胜法国 威胁法国国会小组取消访台 还人称攻击 辱骂法国学者是小流氓 法国外交部长气道发推文反击 法国外交部发新闻稿 重申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要中方自重 另外中日因为海警法关系 已经够紧张 最近又有三艘大陆海军舰艇 擅闯日本海 也让日本决定运起来 本阶纳外交部发新闻稿 7月17日 防衛大致岩谷岩谷岩谷 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 时尚最强神盾舰与黑号正式服役 日本飞弹防御网计划 完成八艘神盾舰最后一块拼图 日本首相菅义伟还打算要连美抗中 习近平再次祝贺朝鲜劳动党八大召开 并表示中朝传统友谊 是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大陆惹怒法国日本倒是跟北韩感情又升华了 习近平金正恩交换口信 频频对外展示中朝友好态势 北京当局国际艰术敌无数 外交上的每一步棋都走得小心翼翼 TVBS新闻传号报道 再来看近南昌舰之后 解放军第二艘万顿大驱拉萨舰加入了战斗系列 大陆媒体报道 随着这型的军舰陆续服役 这也代表着解放军逐步实现战略转型 不过英国智库分析认为 尽管这型的舰性能超过每日的同类型舰艇 但还不足以改变现行的海上游戏规则 时隔一年 即南昌舰之后 大陆海军第二艘055型万顿级驱逐舰拉萨舰 正式入列服役 引起国际关注 BBC引用英国智库研究报告指出 055型驱逐舰以一年一艘的速度加入解放军战斗序列 显示大陆造舰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之外 战力和性能上也超过美国及日本的同型舰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样的类比不全然正确 我们不要相信任何单一的舰船可以扭转战举 这种船一方面它可以独立作战 另外一方面可能按照它的舰上的这些电子系统 作战系统等等 可能有这个能力就是跟其他的船舰连网 形成一个网路化的作战 然后它也可以担任所谓的航舰战斗群的一个贫慰角色 按照解放军的说法 055型驱逐舰是大陆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型战舰 即便单一舰种难以改变战场情势 但不可讳言 这型驱逐舰确实对其他国家带来威胁 这种防空舰的当然主要是平位 跟其他的舰艇跟空中的飞机 形成互相形成一个通点连网式的作战 那甚至可能做前线的武器系统的引导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任务可能都需要一种大型的具有 区域防空能力的防空舰 在周边进行协助平位 不过像这种不管是山东舰辽宁舰 或者是零七五零七突击舰 它们自己本身的防御 自卫能力其实都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这种动物性的大型的驱逐舰下水 跟服役 当然对它们的海军作战绝对是有很大的提升 不管是对台湾或是对美国海军 其实当然都是一种威胁 造出来一个船不是越大越好 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打架是靠能够打 而不是靠爬公呆 对不对 你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个子 最后就是笨笨的挨打 但是我在这边还要非常严肃提醒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不是光自己在造舰 中国大陆在帮一大堆友邦造舰 从这些帮友邦造舰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所展现的仔细 所以今天我们往往只看到 就是好像中国大陆跟周边有些 这个领土争议或者 或是有些紧张关系 但是却没有理解到 它今天能够大胆的去帮它的对手去造船 其中它所代表的战略意涵 更是不言而喻 虽然大型舰艇不见得符合现代海战是以小型战斗平台为主的基本要件 但是专家进一步分析 未来055型的改良舰 如果换装了像是电磁炮这样的职能型武器 并且采用最新式的电力推进系统 那么被大陆网友昵称为中华神盾的万盾大区 将可能成为大陆海军中综合战力最难以评估的异形战舰 天律变新闻综合报道 而昨天发生的战机意外再度让国人体任空军保家卫国的辛劳 不过其实海军战备压力完全不亚于空军 也得随时担负紧急出港应对敌军的任务 而国军每天至少派遣四艘主力军舰 征询台湾周遭 面对凶险 陷为人知 其实不止空军要执行紧急战备任务 海军也是随时待命出港 在我们背后的危海营区 随时就停靠着准备出海执行任务的主力军舰 而台海周遭每天至少有四艘上将的主力征询舰 接力执行海上监控任务 担任征询任务的主要是一级巡防舰 包含性能最全面的康定级 着重防空能力的成功级 以及善于反潜作战的济阳级军舰 共同征询台海周遭四大范围 分别部署东北征舰 西南征舰 南征舰 以及海峡征舰 所谓的例子就是历史待机 随时状况都要出去 这有一定的数量的舰艇保持到的 就是我们的战备任务 还有二代 这是两个小时代机 第一个 历代出去了以后 状况还是不够 我们就开始二代的舰艇 马上第二批的兵力就出去支援 平常我们还有海峡巡逸 各种不同的战备等级 我们有不同的兵力的排行 我们有一个叫做港征舰 港征舰就是什么 你在各个军港 商港 如果到了晚上五点钟 立刻出港 出港以后就在你这个港口外面巡逸 晚上出去白天回来 白天回来不是睡觉 靠了码头以后 你要做补籍 你要做操演 你要做训练 相较过去 近年中共机舰骚扰频率大增 海军官兵不仅得随时紧急召回 出海执行的天数 更是动辄十天半月 面临的情势凶险万分 各种滋味 让海军官兵点滴在心 那我干的是轮机 那轮机军官呢 等于说是在仓底 仓底的话 一般我们都知道 一个军舰 它空间很狭小 武器装备都要 列为第一优先 那也就是人员的 舒适度 那是不再考虑的 那会吐到连 那黄胆水都吐出来 同舟共进 同舟一命 你这条船 不管你是舰长 不管你是 二等兵 但是只要炮弹一打来 飞弹一打来 整条船 从舰长到兵 都一样的 条件规格 有一次我们 这个这个 从基隆出港 我们护送一个长官 到马祖 我们的情报就过来了 中共的海军 他也在过我们 做一个示威的一个动作 当我们船来 直接走的时候 他就向我们接近 他一掉头 我们的兵力也就回头 他我们一回头 他又跟到过来 所以这个紧张的状况 我们是 是 泰然数值 如同台湾海峡 凶险的海象 两岸军事对峙 也越来越紧张 共军更透过各种 难以界定的 灰色地带冲突 以武装渔船 海上民兵 袭绕我国海域 因此这次国防部 四年期国防总检讨 特别提及将联手海巡署 密切分享情资 执行联合情间证任务 强化海上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因为现在海军的任务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是需要去跟海巡 去做一些任务的一个划分 或者是说可能是这个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对方的海警规模已经有一点变成 比一些中小型国家的海军规模还强的时候 那我们还能只用海巡去对付海警吗 面对更全面的威胁进犯 冲突种类也难以情绪划分界限 海军海巡结合有限资源 建立作战默契 才能站稳蓝色国土 做出最有效的应变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台北报导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